大家好 欢迎收看210周末开奖 欢迎收看210周末开奖 选战最后两个月 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国民党的气势有点弱 不过从今天我们也可以来观察 选战的辅选大将 像是杨志良以及连胜文 这种明星级的人物 也开始要帮国民党立委站台了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气势会回来吗 而紧接的是 又是阿贡的阴谋 这是蔡英文的说法 他说虽然现在他民调呢 比较占上风 但他说国民党会借由中共的力量 来取得这个选举的各种方式的手段 是真的如此吗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很多朋友 带你来关注这些非常重要的话题 首先为您介绍是邱毅委员 大家好 王宏卫议员 大婉 姚立明教授 大家好 王光琳小姐 大婉 以及黄创夏先生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说是大炮 应该不为过 就是杨志良先生 讲很多话都让我们大家吓死的 他今天呢开始站台了 站的是谁呢 是国民党在南部提的林义士 穿上竞选背心 头戴帽子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又多了一个身份 超级助选员 在台上谈到他认为不公不义的事情 立刻发挥大炮本色 虽然措施猛烈 不过话一讲完 怎么感觉台上气氛突然卡卡 介绍起一旁的林义士 也没有一般助选员的慷慨激昂 这场助选处女秀 颜志良坦诚 已在立院接受质询 还不习惯 在立法院 大群比较习惯 这就是许一张 许军阳一张 紧张是没有 因为这个不是我竞选吗 没有什么紧张的 勇后之说的个性 能不能把人气化成选票 依注在参选人身上 还有待观察 至少已经再次成功创造话题 炒热选战气氛 哇 杨志良 被认为是台湾 最有个性的 我还以为是最大的大炮了 最有个性的 可以这样讲 大家讲这个字也是很中性 但是这可能是他一辈子 第一次帮人家站台 然后站了当然卡卡 然后他又不是很会讲 但是其实我觉得效果到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个场合 我不用看前文我就知道 一定是他推二代健保时候 林立是当大党边在立法院 是比较少数在协助他了 那他这个人就是有情有义 其实就是说他有情有义 就说好 那我就帮你站台 他的背景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的处理秀肯定他 冲着一句玩笑话 林立是上周跟杨志良 确认今天嫌疾肇事活动 两个人也安排 宰杀大株的桥段吸引显民的主意 是否担心杨志良不改民快作风 说出惊人之意 林立是说 那尊重杨志良个人自由 也算是造势场合的一种小小惊喜 那当然现在南部很多人 都希望说有大咖 有来帮他们拿个 因为南部的那个是真的要打打气 是不是 南部基本上 就基本上他比较重人情 那国民党一般他的文化比较 不符南部欺负 所以为什么长期以来 都会变成北南南绿 其实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说国民党的文化在南部 跟一般民众是比较格格不入的 如果能够针对这一点 做调整做改善 仍然我觉得国民党在南部 不是完全没有作为的 我觉得今天杨志良在南部 基本上大家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认为他是一个敢说敢做 他敢拼 敢敢说话的政务官 所以林医师把洋这样请来 当然会有正面的效果 南部人喜欢热闹 所以就有个宰大猪的活动 刚好是三猪小猪对上宰大猪 宰大猪就过去 很多民进党 比他来贪污到收贡 所以我宰大猪 让这些很多的贪污的钱 不能再贪流出来 可能比三只小猪里面那些钱 还多得多 我觉得对选民来说 是一个颇能够吸引选民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邱委员你会打算找杨志良 或是任何人下去帮你站一下 你觉得杨志良帮你站台也会这样子有效吗 我基本上我目前还没有考虑 因为我本身就自己是超级明星 你看我一直很有信心 邱委员十足十的信心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邱毅委员这样 这么的这个胜券在我 因为其实我们了解的是 在现在不断的民调公布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蓝阵营的参选人 内心是非常忧虑惶恐的 我们带你来了解一下 联合新闻网的部分内容的摘要 就是蓝委参选人很焦虑啊 说马英九都不重视 这是此话怎讲呢 国民党行动中场会 昨天开拔到高雄举行 国民党的主席马英九 大谈三年多来在高雄的建设 但是中少和抱怨行政院 把老农津贴规划不当 立委参选人林国正说 瞧不到马英九跟副手的行程 让现场有一些尴尬 而国民党的高雄立委参选人 逐一上台发言 立委参选人邱于轩更不得了了 他说同属艰困选区的林国正 他的选区都瞧不到总统跟副总统 那这个主委也说话 他要跟他谈选情 可是两个月都见不到人 对于立委参选人的焦虑跟抱怨 马总统回应林国正 说国民党不会不重视小岗前阵 又说公务行程没办法 每个人向你报告 不然你会很困扰吧 这话我觉得这通篇啊 讲得于没有讲 就是这个高雄的参选人 非常的焦虑啦 说总统要来加持一下 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交锋 所以由此可知研判 我要请教一下川达兄 到底这个尤其在南部的 这个蓝色阵营的候选人的焦虑 马总统可以办法再未来两个月 帮他们解答吗 我先回到杨志良那边 民进党他们一直在讲一句话 从10月26号 也就是开始翻转的开始 杀了三只小猪 还有千千万万只小猪 所以你今天又杀了一只大猪 我是说实话 其实选举就是这样子 与庄家对赌 比必输 当猪已经是民进党的一个议题的时候 国民党后面就一直在用猪在那边做文章 这个里面的差别在那里 为什么民进党 我现在只讲蓝绿的 在民进党的选民里面 因为这三只小猪 他们的选民激起了主动参与的热情 所以他的气势 看好度 加上西瓜派 还有投机派 都会被吸引过去 可是你国民党 从那个环保 从违法 这是一个一直在做一个 被动回应的意淫 好爽喔 杀猪 你这样子不会赢啦 这就是说泛男的 如果说此时此刻 你就应该超越这个战场 你就不要去进入这个战场 你一直在这个猪 我跟你讲 你杀了这只大猪 明天就有千千万万只大猪 不断的不要再帮民进党造势 让猪成为选举的主动 就是不要说人家的一个话尾巴就对了 对啊 因为人家要选猪总统 你也不用管 但是没什么关系 我其实有时候看 有时候我们在看选举 他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 大家看高高频民调 为什么刚刚民意讲 有那么多人会担心 我给各位看高高频的民调 这是TBS做的 马无配 在上个礼拜 因为TBS是每个礼拜公布民调 11月3号 是32 现在34 英家配 44 45 你看 都差十几 那宋林配由9变成6 所以我给各位看了 就是说 其实高频棚这些地方 当然是国民党 一直很难经营的险期 但是 如果一直维持在这个 其实对 那些幻然的险将来讲 他们的优励 其实是 可以看得到 所以 他们 在党中常会里面 然后 这样跟马上有做出要求 其实应该不为过 没有错 就是若你从民调 还有现在 国民党的 这个南部候选人 都在告急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他选期非常非常紧张 其实我也同意 因为我刚看那个 那杀大猪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特殊的意义 难道是 除非你讲说 空心菜炒肉丝 就是我也不晓得 要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 我倒是要讲 就是说 在南部 因为去年五都选举 这个大台南 大高雄 事实上 国民党都是大输的 然后现在 民进党又有执政的优势 我想这是两大 非常一个主要的因素 刚才 其实我非常同情 国民党的一些候选人 他说 他的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的行程 都没有让我们跟 他说 有些都是公务行程 也不能告诉你们 所以 这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国民党 非常谨守什么 行政中立 他说 如果我是总统 我是说总统的身份 或者我是院长的身份 那假如说 我今天抠我国民党的候选人 堵成一排要照相 这个民党又开始讲说 你看 这个就没有行政中立 滥用行政资源 嘉义都不怕 嘉义不是把那个候选人 都放到他们的 行政府里头吗 我们就再来做个对照 所以为什么他们很紧张 结果现在还告诉 讲说 我们是公务行程 所以不方便来告诉你们 现在还在 谨守那个行政中立 但是南部我刚特别讲 因为南部民进党 就已经有行政 执政的优势 那再加上你看那几个 不是优势 是非常极度的 行政不中立 对没有错 第一个执政它有优势 然后那种行政资源 那种大拉拉的 它怕你什么呢 我们刚才那嘉义 那连他的竞选总部 那文宣都放到 那个嘉义县政府 你有怎么样 然后现在 推的一干二几 还有本事说 还不给你开门 对不对 那你再看 屏东县 那个休易委员 一直打到现在 屏东县管你吗 对不起 我们屏东县 就是挺苏家权 所以我意思说 这两个这样 一比较下来 难怪 国民党的候选人 在南部 会那么辛苦 我刚刚讲说 不是执政的优势而已 而是那种行政中立 我觉得这两边 一对照 简直是天地之别 我还是要请求 我回应一下 你看除了您自己 比较笃定之外 跟您同选区的 这几个 哭的哭 急的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这样说好了 其实刚才宏伟 点到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民进党在南部 执政的县市 我摆明的告诉你 我就是行政不中立 你又怎么样 我的行政资源 就是要给我 支持我的 挺我的 同党的 或者向我投降的人 你是国民党的 你是南的 你不挺我民进党 你就没有行政资源 我摆明了做给你看 你有怎么样 这就是民进党执政的优势 但是在南部 南部我说过了 三分之一南三分之一绿 三分之一是西瓜派 我西瓜派就投机派 你民进党有资源 有奶便是粮 我靠向谁 我靠向民进党 好久而久之 这个南的这个三分之一 就觉得说 我支持你也没用 我支持你的话 你好处都没有 你也不帮我争 那国民党基本上 比较温良公俭浪 做起一些行政 比较不中立的事情 又觉得会怕别人骂 怕媒体围剿 然后怕别人讲 或者是你觉得良心有愧 所以就不敢做 那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觉得 南部人的气氛 就是什么 南部人的推草 就是说我干 我就干给你看 向我出去 你民进党跟我呛呛 我就把你骂回去 那我的支持者就觉得说 我们长期被人家欺压 冷气吞声 好歹李邱毅 你敢骂民进党 你敢跟他呛呛 要出一口气的感觉 当然啊 这就是南部嘛 南部的民风嫖汉 南部人比较 香土味 你抓住这一点 你就让民进党知道说 你今天行政不中立 说实话 民进党行政不中立 国民党就要抓 抓出来就是这个议题 我就抓出来这个议题的话 我可以跟你对打 而且可以让你民进党有所估计 但是问题是国民党太过温娘公潜浪 这个温娘公潜浪在北台湾 或者是很受到民众的青睐 在南部的话 这一种温娘公潜浪 正好让民进党 攻城虐地 如入无人之境 对啊 所以险战 你看你要印第制宜啊 你看蔡英文这几天还讲什么 台北花婆 花140亿 你看如果把这些钱拿去补助农民都好 其实只有95亿 蔡英文是说谎说习惯的 那不管台北市政府怎么跟他更正 他就要讲140亿 为什么 因为世界运动会四印在高雄办 花了120亿 他一定要讲比他多 请问一下四印办了11天 现在有留下什么 没有 花婆办了半年 台湾大概有一半的人都看过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看 然后到现在一霸不能把那些管都留下来 现在还是大白昌龙 那他回下去扁损你说 如果给那些老农民 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说其实这是异象的作风 但是我讲这个 你有时候看刚刚邱玉所提到 有很多地方他是明显行政不中立 他的嘉义宪政部的仓库里面 是摆着蔡英文的文献 84箱 然后被人家查到门不开 后来是要叫警察来才勉强打开 发现说果然都是蔡英文的文献 但是不会影响选票了 我知道是不会影响选票 但是其实在选举里面 很多议题你要把它做大 做大就是说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影响这个地区的选票 而是国人 很多中性选民的观感说 那是这样 这个就是在选举里面 你要会操作 但是现在国民场最大的问题 就是南部到底有没有办法追上来 姚老师在高雄那边参选过两次 姚老师你觉得高雄那边情况有没有 虽然邱玉刚刚讲的很对 即便像邱玉这样子积极的打仗 我想我也要很诚实的说包括邱玉都还是吴吴波 更何况其他的选区 几乎没有怎么动 我必须怎么说 不要邱玉看法怎么样 高高平为什么民进党气势如虹 上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在这里讲过 就上上礼拜 蔡英文在卫武营办那个活动 十多年来少见那么强 号称七万人十万人 就是为什么会如此 所以杨志良下去其实是有好处的 可是除了这样谈话一线 我实在看不出了 还有什么明星级的或者有什么话题 除了这个砍大猪以外 还有什么话题去引导这个选举 行政非常不中立 因为高雄包括屏东高雄台南都是民进党执政 可是你必须要正视这个现象 所以如果国民党现在在南部 连林医师我都觉得非常危险 所以他找杨志良我觉得蛮有一点眼光的 因为杨志良对西州中间选票确实有一些帮助 那可是这样子是不够的 最重要你要有议题嘛 现在我感觉到在南部国民党没有话题 没有主导任何议题 可能政策没有提 那当然了行政的作用就产生了大的作用 所以国民党如果这次在高雄如果输掉的话 就就像上一次黄昭顺输掉不能怪杨秋新一样的 这次如果高屏都输掉的话 而且输了很多的话不能就怪宋楚 因为这次我实在必须到今天六十天了 国民党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正面的可以引导话题的宣传 或者造势 这一点我实在非常怀疑 因为据了解好像数个月前 他们都把南部当作主要突破经营的地区 可是我并没有看到成果 我必须老实地说 这一点非常令人忽疑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来宾们的分析确实是如此 选战到最后的六十天 我上礼拜曾经讲过 如果真的是以非常高的素质来看 我们不希望一个要竞选连任总统每天捧着一个米酒 不晓得他讲些什么东西 另外一边要争取的 这个是来挑战的抱的一个小猪 可是如果两边的选民在热情上这件事的话 小猪可能比米酒有效一点 重点是南部的朋友 就像刚刚邱委员讲 他需要更多的热情激起来 马英九要讲什么话 国民党要带给他们什么东西 让他们觉得这个票可以投得下去 是国民党得要思考的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联合报的资料 2012年的立委选举 民国100年政党票支持的意向变化 我们首先来看从8月14号到11月12号 国民党的这个变化的比例呢 其实是很缓步的 有增加去是37383940 而民进党呢也是慢慢的 30343130 所以最后也算是两个彼此有一个10的差距 而亲民党呢是5454 其他政党就是2222 看整个盘面 当然在立委上面 可能国民党还是有一点优势 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优势 快速在这半个月在流逝当中 很多人看到民党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有人说是不是操作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事实证明 一个周末到现在三四个民党出来 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个趋势 就是国民党在衰退 那你这个选举怎么选下去 还有60天呢 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全国逊的选举的 这个排面来看的话还是蓝大于立 但是你从这个马英九领头 他的这个整个民调 现在已经死亡交叉 整体气势来看 那离2008年那个气势如同 真的是差了一大截 而且历次选举都有一个警钟产生 那有人在有讲说南部 本来就是蓝英的艰困区 以前大概5545的比 就是绿大于蓝 那现在就是说接近六四 甚至跟接近七三都有 我是听一个国民党籍的 这次的参选人讲 所以本来就艰困区 然后再加上那个母鸡的效应没有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行动中常会 大概一片哭天抢地 哭天抢地 那等于变成一个告急大会 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仔细看 七个人出来告急 包括邱毅委员追在后面打 就是他面对的不是赵天凌而已 而是谢长廷 那已经是一个告急的气氛 就是刚刚杨老师讲 那你能够拿出什么样的选举武器 那偏偏喔 这个我今天看杨正老师 他本来就是一个民调 算是内阁阁员里面最高的 但是他是一个中央型的 这个阁员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虽然他是一个大炮型 但是我觉得有点爆充型的 那上去呢 我觉得你又去杀猪 笨蛋 问题不在猪 你去碰到了一个 他们的绿营的一个热话题 那最近有人讲爆内幕就是说 猪的议题谁引发 是王建轩引发的 今天你一个性格上感觉上那个也是那种爆充型的 有感觉上好像王建轩的代言人在上面 你去杀猪 那真的像川上刚刚讲的 千千万万的小猪会跑出来 然后你要诉求说 我杨志良来了 那健保 健保又不是针对中低收入户的而来的 虽然断卡跟锁卡那个 过去的那个效果 有点就是减缓 因为他们把它就是重视这个话题了 所以这个状况下 你可以看到林毅士 林毅士还是算党编辑的人物 他是装置会的执行长 这问题是很大 我觉得看两个 就是猪的后面是代表说是某种部分的一个名义 甚至是在南部是很热的名义 我觉得看两个 一个就是中央施政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林毅士这种是地方型 他就看他的服务 看他平常扎根多少 如果说只是看一个杨志良去 而就这样冲写 那我最近看了最后一句话 就说马英九他在整个逆转点 我们就是看到是和平协议 其实当他那时候丢出来 包括南部的这些立委 全部都刷赛了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呢 这个马英九的政治语言 如果没有这种南部人喜欢的 愧靠的话 就要怎么样用另外的方式 让大家南部的民众票投的下去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国民党的颓势 不只是在南部而已 可是呢 在这个周末我们也观察到了 确实 赖英方面还是有一点加强 杨志良去了在高雄站台 而连盛文 在去年枪击案当中 很多人都被这个事情给惊吓到了他 经过一年的休养 他再度付出帮他的好朋友 赖世宝站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